嗨,我是Flow with Katie,凯蒂瑜伽的凯蒂 今天要推荐大家读的书是我的新书 流动瑜伽的身心回正练习 我要用三个关键字来推荐这本书 首先第一个关键字是把握当下 最近因为疫情应该有非常多的朋友 握在家里面 然后打乱了平常的工作计划 那相信大家不管你有没有接触瑜伽 那这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可以让你开始这份练习 那我的书里面有一些10分钟 20分钟的短的练习 那或许你可以把它加入你的生活 然后让你可以重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然后有一个全新的身体的样貌 那希望大家可以在疫情过后 都能够顺利的接回到本来的工作里面 我想要跟大家说的第二个关键字 是成功的细节 那在我这本书里面呢 有个单元我非常喜欢 这本书里面是15个流动瑜伽常见的基础动作 那这些动作包含了像是常见的下犬式啊 上犬式然后Cobra这些 那我的影片里面也常常会出现这些动作 那在这些动作里面呢 同学都会留言说 比如说像我的下犬式 我的手腕常常会痛 或者是我的脚跟踩不下去是正确的吗 那或许是低弓箭步的时候 会觉得我的膝盖跪地板会痛 那有没有什么可以避免的方法 或是该怎么练习才好呢 那这些都是一些动作里面的小细节 那你可以在书里面获得很多细节上面的调整 那可能你在做动作的时候就可以更为的流畅 在你的动作衔接里面也可以更为的顺利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这些成功的细节去微调自己 那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 然后跟呼吸感受 把瑜伽变成生活更美好的一部分 第三个关键字想要跟大家说的是 切换开关 那不知道大家平常就是在家 work from home是怎么样子切换自己的时间 那像常常就是很容易在电脑前面一待 就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你可能都忘了站起来上厕所啊 忘了站起来喝水 那我觉得用瑜伽开始 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规划安排 如果你今天早上起来 你就先做了瑜伽 或许你会有神经气爽的头脑 然后跟你的身体的活动度会比较好 那自然你在接下来的工作的时候 你也会随时比较记得要起来动一动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借由瑜伽变成一个生活习惯以后 可以带入你的切换 那就可以让你的工作的步调 没有那么的急促跟繁忙 那也可以适度的释放自己的焦虑情绪跟压力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这本书 然后认识瑜伽的美好 那我们瑜伽电商见啰 一起练习 15个流动瑜伽场间的动作呢 有几个经常串联在一起的动作 对于舒缓腰栓背痛跟肩颈酸痛非常有效果 那我们一起来试试看 首先我们会在四足跪姿 把手指头撑大压紧地板 手腕肩膀对在一条线 膝盖骨盆通宽 我们准备吸气的时候把肚子放 胸口提 视线往上 肩膀推远离很多 感觉脊椎的活动 吐气拱背 肚子收 让视线看望肚脐 好我们下个吸气回到中间 把脚指头往后点进入平板式 好那你可以微调一下手跟脚的距离 让手腕肩膀对一条线 脚跟往后踢上一面长 再把肚子收紧 那我们把重心往前移一些些 这样膝盖跪地 我们做八支点地的版本 然后把脚压紧以后胸口提 慢慢弯你的手肘往下 然后滑出去 肩膀找耳朵 往后转 夹紧你的后背带到cobra 好如果觉得腰有一点点压力 你可以放低一些些 那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 试着往上停 感觉胸口在往上带 我们吐气的时候肩膀由后 往前转 带起上半身 我们停留在下犬式 看向你的两脚中间 好手按紧地板 肚子收 然后甚至把屁股拎高 我们停留在下犬 好持续把肋骨跟肚子往内收紧 好或许你会发现 你的下犬式跟平板式的长度是一样的 我们试试看脚边 好往前来到平板 那如果觉得不太一样的话 可以稍微微调一下 那我们再次抬屁股回下犬 好再一个吸气脚边 来到平板 好吐气回到下犬 好慢慢跪回到地板 那我们结束我们一分钟的短短的练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